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再给力 我是阿克力 今天一样要带你从世界的总金到台湾的财经 在最短的时间帮大家一然乌一 好 那台股今天收盘呢 是收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位阶 不错不是说收很好 是我觉得是数字还算吉祥啊 收15958就是救我吧 真的是需要大家被救救了 今天大盘点140几点 不过还勉强算是利手这条黄色的 也就是16000大关 那为什么讲十手16000的防线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5月初到现在已经整整快一个月时间了 基本上多空头的交战就是在这里密切的防守 我们看到这个美股有大跌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台股基本上相对于美股来说 并没有到那么的弱势 所以16000这里有没有守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所以今天也会跟大家来看一下 16000是不是有足底的现象 还是说真的是最后的逃命波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教大家一个数据 叫做短均线多头排列的比例呢 还有另外一个叫长均线多头排列的比例 简单来讲啊这个数据就是统计 现在市场上这么多股票 从均线的角度来看 短期的均线多头的状态的比例是如何 以及在长均线的情况之下 因为大家知道技术分析啊 长均线人家说保护短线 所以长均线又是长什么样子 那长均线来说 大家应该把 不用看都知道了 这个长均线多头排列的加速呢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就是多头 多头只有11.45% 空头54.1% 显然现在是一个空头市场 真的是毫无疑问的 那我觉得这个数据很好用 是我们看到 其实在4月初的时候 这个长均线空头 就穿越了这个多头排列的加速 那长均线其实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它比较不会在短期间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一旦穿越之后 你看到从4月到现在 台股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创低这样的格局 所以这个指标阿格丽觉得很好用 不过也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我们看到这空头排列加速 其实有往下弯这样的一个味道 有往下弯这样的一个味道 那虽然这个距离还很远 不过另外一个好消息 是短均线多头排列加速 这个就是比较大家知道的 五日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多头排列加速27% 比长均线的11% 显然要多出很多 而且重点是空头排列的24.95% 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黄金交叉 那虽然说在短期的均线 这个变化有时候国际上 万一又缩表又怎么样 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不过至少可以看到 现在台股确实是有主体的一个现象 确实是有一个主体的现象 好那上次呢 大叔有在节目上告诉我们 其实台股万六 本来就是一个会支撑的位阶 当时候他的这张图是这样画的 如果以这个下降的一个通道来看的话 这边确实会到16000点 国不切然16000点就到了 那在这里也有一个坚强的方式 所以接下来该怎么看 万六是逃命波吗 还是真的有主体的迹象 就会跟大叔来好好的请一 好那首先呢 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我们的炯大叔 那炯大叔呢 在节目上也一直用很轻松 很好懂的方式来教我们化技术分析 通道会出来 那就可以了 基本上大概是多头还是空头 一目了然啊 所以今天要特地跟大叔来请教请教 大叔首先我们现在还是要聊到 就是这个可恶的废的 对不对 一下子说我们要很激烈升息股票大跌 爱家子又说我们好像不需要那么的鹰派 市场上又有一点喘息之后 又说这个通膨好像你不升息 肩场不够立场不够坚定的话也不行 股市又大远 所以都是他的错了 好那我们来看升息到底对于股市 以及这个全世界影响是什么 那股市不用说 大家知道 今年纳斯达克费班S&P500跌幅基本上是两成 以上起跳了 那其实呢 这样子升息影响到新屋的销售 为什么会影响新屋销售很简单嘛 你利率高你会想买房子吗 就算原本想买的利率一拉高 可能买得起也变买不起了 好那我们看到新屋的销售啊 4月是59万户 较前月下滑16% 短短一个月之间 原本的经济学家预测 应该是会到75万户左右 不过显然一来一往之间啊 差了大概16万户 差距真的是还蛮大的 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亚特兰大点准银行的总裁呢 这个波斯提克 他也是费的里面很重要的人物啦 他说啊 六七两月各升息两码 他算是比较好一点点消息 9月会暂缓升息 应该是合理的 不过大家也知道 大叔 FED 变来变去啦 去年说这个通膨跌死的跌死的 结果现在搞的这么严重 真的都是FED的错啦 FED的错 好所以呢 像是这个鹰派的大将 圣路易 联组银行的总裁布拉德 之前也常常跟大家提到 我们看到他目前啊 立场已经有点松动的情况 他说啊 不再强调一次升息三码必要性 所以FED显然好像 也真的知道说股市要管了一下了吗 因为现在这么阴的人 变得比较没有那么阴 还是真的不打算管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是要 持续的观察下去啦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太想管啦 只是说看到这个经济的数据比较难看 出来讲一讲话 缓一下大家的情绪而已 因为啊 最新的 这是最新的喔 今天公布最近一次的会议记录 他们变成怎么说 坚定的承诺和决心 会采取一系列升息 来控制通膨 所以真的是吃了趁多铁的心 这也是今天节目要给大家 的一个FED的立场啦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美国的官员 会在救股市 因为在台湾大家都想说 要选举的你股票应该不能太烂 可是现在在美国 你通膨如果不解决的话 你股市上涨 其实民怨也还是一样四起啦 所以接下来就要请教大叔了 在国际上 那么动荡的情况之下 这个升息看起来立场是非常鉴定 不管是升2码 再升2码 然后9月就不升 就算是这样 其实也一共又要升4码 所以这个万六的防守 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呢 大叔 好 我这边有准备一张图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从 从去年的这个时间 也就去年的7月份这个高点 这个看起来 这个高点18034 然后到今年的18619 对 我们先画一条上升的满足 这条线画出来之后 我们对应下方16248 然后我们可以画出一个 往上倾斜的上升通道 上升通道 没有问题 那这个上升通道 我们先抓一个 这个空间往下跌一倍 然后呢 会到什么位置 倾斜下来 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哪里 15159 15159 15159 所以说阿哥你问我说 有没有机会 会不会破底 然后来这个位置 我认为是有机会 有可能 但是这个应该就是底 为什么我会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这个时间进程 已经离得越来越近 而且大叔 你这样讲大家会开心 因为今天 那这里只差800多点而已 我更开心 所以说我认为说 这个位置上就是 下去其实投资人应该 反而信心要很足 要敢怎么样 逆势操作 就变成说逆人性 跌下来真的要敢买 这真的是最近最难的特点 这个 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 其实各位要去注意看 从18619一路跌下来 是为什么跌外资 对外资 但是从去年的这个时间 我们来看 从去年的这个时间来看 15159 15159的位置 一直到目前为止 你看头信买超多少 1810.58亿 1800亿 也是不小 涨也是买 跌下来也是买 就没有停过 那他到底他是要干嘛 他等于是 其实说白了 他就台股近年 他等于是刷了嘛 就show hand 那show hand就是跟你赌这个位置嘛 那这个位置赌赢了 法人以后就怎么样 讲话就大声了嘛 那如果这个位置输了呢 其实也不怕 为什么因为 他的台子其实在6月份的新仓的部分 他已经开始做避险的空单 对 所以说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对他而言 他不会输啦 但是他会这么做就表示 他已经认定这个位置上 他就是要利手 那现阶段来讲 外资其实 卖压液已经真的就是减轻了嘛 而且 他在台子期未平仓的部分 现在居然是多单 现在居然是多单 这个就有点变化了 是啊 所以呢 变成是怎么 往下 往下的部分 我们常常讲外资 越往上涨的时候 他的这个未平仓进空单 是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对吧 就是往下部分慢慢怎么样 增加未平仓进空单嘛 那表示什么 我们应该是从这个方向去思考 说这个位置下来 反而不是坏事 是 现阶段来讲 下来你要敢买 那最怕的就是什么 最怕的就是说 你看到黑你会怕 然后你都是用追涨的 那这段时间就是区间震荡 对 然后不排除有往下的 这样的一个概率 但是往下 其实下方的低点也有限 所以说 这段期间来讲的话 真正要操作的话 就变成是说 你要敢买低 而且上去你要知道要做价差 现在没有那个什么波段行情 真的 那所以说 我说这边 其实我们很简单 卖压买力 哪一个大哪一个小 最后就决定价格 是 所以说现阶段来讲的话 主要还是看外资的卖压 但是刚刚我们已经有讲到了 就是在 美国这个部分 它后续的升息 反正五六月 六七月的部分完了之后到九月 所以说后续来讲 你看时间进程 真正抓回来这一段的走势 你真的把它抓回来 大概也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 对 差不多 所以说 就会变成是怎么样 市场上就会开始 真正能够完全消化 吸收 然后最后股市 在美股的部分 它会开始出现一个底部 开始反转的迹象 台股呢 就会上去 最后的赢家会是谁 我看是头信 大叔是爱台湾的 台湾价值的人就对了 头信一平安牙 肯定是要这样的 所以大叔也从这个上升通道 的一个等幅测距 来让大家知道说 下一波的底 有可能就是这个15 159 那只要到了这个点 那也没有跌破的话 因为有时候 还有一些国际上局 是环境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跌到这里 确实就止跌的话 那说不定短期内的跌幅 真的就被满足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要跟大叔来请教 跟半导体有关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们在最近的盘式上看到 很多IC设计类股 甚至车用晶片的 或者是细制裁的 其实也往上先反弹了一大段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相关的公司 还有没有机会 好 那这个是全球半导体 五大转折信号 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只有三个领域 会维持强劲的需求 分别是伺服器 车用跟记忆体的晶片 会有强劲的需求 那其他的 这个半导体不见得就那么好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交货期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交货期的部分 伺服器领域 交货期从上季40到50周 第四季变成这个30周 所以这个交货期 也是一个转折信号 大家可以去观察的 这个交货期有在缩转 这样的现象 第二个信号是库存 去年底整个市场 库存不到3.5个月 可是目前 中国已经到6.5个月了 所以这个库存期 确实有拉长 因为全球合理库存是四个月 中国 是五个月 可是你看到中国的库存 也开始在增加 代表说 确实是市场上 这些半导体类股被杀 也不是没原因的 因为大家 在这个虽然他们财报 还是很好 但是在未来 这个比较通膨啊 总经 比较有疑虑的情况之下 法人那五坛的先造 第三个信号就是扩展 就是供给会有增加 12寸的这个成熟制成的 增幅是16% 比需求多了8个百分点 所以工需之间 只要一旦没有那么吃紧 那你要涨价还容易吗 涨价就不容易吗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面板驱动IC 从去年 那个财报都很好 今天第一期财报也是很好 股价为什么还是趴在地上 就是因为这些信号的产生啊 那接下来是营收终端需求 确实有开始出现疲弱状态 所以这个节目上都有跟大家讲 但是制服器测用记忆体 这个还是很强劲的需求 就要请大叔 从这三个领域里面 帮我们找出一些股票 是不是还值得去留意的 好 我们延续刚刚讲的 往下震荡打底 需求就在 电子的部分就在伺服器 车用和记忆体 对吧 所以表示什么 这些相关的类股 如果说有往下 这段时间有往下的话 反而他可能会真的出现机会 我们先把这个先讲到前头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翔索 翔索高速界面控制晶片 高速界面控制晶片 我们可以看 他从2370 这个所谓的空方趋势确认点 然后呢 连2065这个高点 这两个高点呢 他出现一条下降的趋势 这条下降趋势 对应下方一日四零这个位置 他是一个长期的下降通道 这个下降通道是从去年的 2022年的10月一直到目前为止 也就是说他最起码是六个月到七个月的 这段期间行程的下降通道 现在价格走势最低点在1240 来到这个下降通道的下跪了吗 还没有来 还没有到 还没有来 那这个位置上 一般我们讲说足底 一般我们讲足底 是 是这里是V转吗 一定不会是 他一定会是什么 他一定会是在这个地方 甚至可能下去 然后再拉上来 这个才叫足底 对 然后足底他一定会有一个形状 可能是 W可能是三个 要底部的形状 这个才叫做足底 否则的话你就直接就是量大 直接做V转 目前 这个现在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所以 所以应该会是这种的 这种的情况会是比较 比较正确 对 那好 那现在变成问题就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是等 等他价格下来之后 确定 记住 短线上买 止疊反弹涨 OK 买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死报活报 上去他已经给你一个高点的压力 这个高点压力大概超过在1450 那1450这个是享受短线的压力位置 如果说你底部买上去1450过不了 你要先出 等他拉回有低点之后你可以再接 因为这段期间就是正道 对 OK 这样清楚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围影 这个下降通道 我们一样从空方趋势圈远的1120 连接1045两个高点 然后我们画出这个下降趋势 然后888是下方的 这个低点的位置 然后我们画出一个下降通道 这个位置 我画图的时候 我画图的时候是还没到 但是今天盘中我看了一下来了 这个位置就来了 昨天的价格 这个位置就来了 所以你说画这个切线 画线定价抓这个位置有没有用 价格就还没有来 那今天就来了 表示什么 他不是不来他会来 那所以说这个是有用的方法 那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还是我刚刚说的 跌下来既然需求是在这边 成长的动力是在这边 反而跌的时候不是看到跌害怕 而是应该是间列欣喜 他会出现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不是说 你看到跌一直买一直买 不是 来到这个位置 他就是一个关键转折的位置 关键转折有两种 一种就是怎么样 此跌成立往上走 一种就是怎么样 失败再往下跌 那这个地方就要再进一步观察 对 那这里方如果短线上止跌 那你当然就可以进入 接近之后 然后就剩下问题就是什么 短线上反弹会谈哪里 这个多空 这个通道 下方的多空关键位 就在888这个位置 888这个位置 你看 划线定价都已经划出来了 就等什么 就等价格来 然后确定讯号做买进 买进上去 压力在哪里 通通都已经帮你划好 哎 这个感觉像 仙人指路这样 开玩笑 好 这个是围影 那我们再来看信华 今天也是大跌 都是走空头的趋势 好 那信华今天有没有破这个位置 破了 这个位置有破 那既然是破了 就表示什么 这个位置上 其实他短线上他是有止跌 但是呢 止跌反弹 这个位置啊 有没有 这个就是他下方最近的位置 这个位置没有站上 没有站上 那今天就是跌下来 表示什么 表示说短线上下方 两三天的时间 三天如果他拉不回来 如果这支股票真的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阶 他就是要守这个位阶 那你不用担心 一定会有那个 一只手把这个价格往上怎么样 拉回去 可是我目前看还没有 还没有嘛 所以不用急 所以不用急 这样好吧 那看完伺服器了之后 我们再请到处来帮我们 检视其他的一个部分 光红 这个 这个本身来讲 我们稍微讲一下 因为他本身来讲的话 他是散任模组 但这支股票真的蛮有特色 为什么会这样说 各位去注意看157这个低点 然后我们把他直接 连这个低 这个低点 他画出一条上升趋势线 他是在这个位置跌破 跌破之后反弹 站不回 有没有 来到这里站不回 站不回之后呢 开始往下跌 对 所以我就抓这个点 作为怎么样 作为一个空方的趋势确认点 那从这个点呢 去对应下方的低点 这个高点 我们可以画出一个下降的趋势 这个下降趋势 然后形成的是一个什么 下降的通道 对 这个下降通道往上涨 这里是做突破 突破涨上来 一倍的空间刚好是这里 所以短线上涨到这里 你说要不要卖 要卖 你不要期望说他会一直涨上去 不可能 那涨到这里就该是怎么样 就等他打回 打回来的时候守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大概多少 160 160 160形成支撑的时候再说 160如果守不住 那就是下去 这边再下去 这里就会变成是什么 双敌了 这就是双敌形态了 对 没错 反而更好 所以现阶段对于投资而言 其实真的不用急着说 看到涨就很想去追 反而那个时候 对我而言 反而应该是获利了结的时候 因为短线上做价差 而且大叔刚刚有讲 底部其实都还没有打出来 不太可能会有太好的行情 是的 因为这个地方本身的量 就是这样的表现 那双红都还算是近期比较有量 是 算比较强的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MCU 新唐 各位去注意看 新唐我们从这个位置上 115对120 我们花一条上升趋势线 上方对1164.50 这个价位 这个上升通道 画出来之后 这里是突破 突破上去之后 这个空间长不到一倍 然后他就接着拉回 那这边就是跌破的位置 跌破之后下来 重点是在说 他下来他也没有碰到 这个上升趋势线 然后他就直接又往上 然后突破 假突破 然后又一根长黑又带回 所以说 这支个股 你短线上 这边它是已经形成一条上升趋势线 本身整个结构是强的 本身结构是强的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变成是说 这支个股后续的走势 打回之后 既然他已经回了 那就是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大概差不多146 146 146附近的位置 新唐如果跌回146 以这个现行来看 大叔才会比较建议大家去买 因为为什么 这个位置只要他能够确定此跌 反弹往上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就是在上方来讲 就等于是守179 179你就不要给他突破 179突破之后 这个通道就划出来 那这个上去 哇 那个就200亿以上 所以这个就是划线定价的好处 我划完之后 我就知道关键价在哪里 关键压力在哪里 突破不突破 突破往上能够看哪里 我就一清二楚 好 这个是新唐 那我们看下一档是同志 同志在最近 车用的这个题材上也是蛮热的 今天 不要看人家同志 同志人家今天很强 而且你看 他是已经非常长一段时期是怎样 他是走一个下降 那这个下降的这条趋势线 在这个位置上是被突破 这个里突破有没有带量 有 这边的量是有出来 是有攻击的态势 他是有出来的 短线上这边 他已经形成了一条上升趋势线 颇有这个技术 惯性改变的味道 是的 那 这个上升趋势线已经形成了 这个上升通道 我们可以进一步画出来是这样 短线180就是他的净压 这一两天就在攻180的位置 那180的位置如果过了 那就上去 应该差不多可以看到200 所以这个大叔如果同志有持有 或是想要持有的朋友 现在的策略应该是要看哪一个点位 现在的点位就很简单 先看180过不过 180如果不过他就打回 所以180站稳再说 对 那打回的话这个下方这里的话 他的回档如果以这条上升趋势线看 他应该会落在150 那150这个就是他下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形成支撑 如果不能形成支撑 好嘛 那短线上就了不起 就再下去嘛 对 下去这个位置就差不多就是一二四 啊变成是什么 又是做双底 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变成是 整个底部结构已经是领跑大盘 所以说现阶段来讲 就这些个股 其实他已经是领跑大盘 然后 要 投资人要特别去注意的标的 因为这个大盘还在挣扎 但是很多个股已经先走出来了 所以如果等大盘改天更顺风一点 他的力道肯定会 肯定会的 因为不管你是电动车 不管你是燃油车 反正只要 只要汽车产业是往上发展 他的产品反正就是标配 一定不可能会少的 好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AESKY AESKY 电池模组 你看他这支股票就跟那个就很像 有没有 781 然后这个画出一条上升趋势线 一样是跌破反弹 来到这个位置上1690 然后对 这边一样是画出一个什么样 下降通道 有没有 这个下降通道也是在这个位置上突破 突破之后呢 然后现在反弹来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这两天如果有手 那他就可以上去 那这个通道往上延伸一倍的空间 我们就可以画出来 他这一波如果说 这个位置有手往上攻的时候 这一段的涨势大概就差不多 可以看到1320的位置 1320 那下方来讲的话就是打回 就先看1000这个位置左右 是不是能够形成支撑 这个位置形成支撑就有机会 所以在1000好像刚好来 目前这个关卡如果这几天有手的话 后市看起来也还OK 这个位置今天刚好来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记忆体的部分 南雅科 好 南雅科一定要讲的 我们看一下 南雅科 这个是空方趋势确认点 83.3 68.0 这两个高点 然后连成这条下降趋势 刚好一个下降通道 那这个都是突破了 突破之后回撤 那突破之后回撤 只要不再跌回通道之内 基本上都有机会 那这个位置上一样往上延伸一倍的空间 你就可以进一步画出来 这个可能就是后面大盘如果手腕六 电子骨要动的部分 就会在这里 就有手的情况之下 现在大概64左右 那大叔根据这个等幅测距的原理呢 其实还是有这个七八块的空间 是的 给大家做参考 现在就是震荡 价差大概就是这样 那 那这里都先不用去看什么波段行情 那好吧 那这个南雅科讲完之后 我们来看这个金浩科 金浩科你看从这个 一样空方趋势缺点192 四高点的位置 然后连182 它形成了一条下降趋势线 下方对应的低点110 然后形成一个下降通道 这个下降通道现在在下方这里 其实它已经慢慢在做主体的动作 那不排除往下嘛 就算是下来来到下方这个位置上 其实这里才是重要的关键位置 这就跟刚刚我们在讲 围影这只股票的时候很像 那确定真正来关键转折位置的时候再说 当然有可能短线上它怎么样 提前先往上做攻击 那上方就守这个位置嘛 这个位置只要能够突破 那它就是怎么样转强 如果这个位置没有过 这个位置多少 这个位置大概差不多是在132 附近 那132如果没有过的话 这个打回下方就等着低接就好 这个就 这个就金浩科 好的金浩科 好最后我们看一下 预创记忆体的预创 好预创你看同样 这是下降通道 下降通道来到这个位置上 现在正好是在中间嘛 那这个下降通道的多空关键位多少 69.2这个位置 你把它抓出来 那现在来讲的话 大概就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上震荡 那所以说 短期间如果说它转强上去 其实大概它差不多可以看到77 那77突破才能转强 如果没有突破 打回来讲的话就是 往下 差不多就差不多 会是在54块附近的位置 那大概差不多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就是可以这么做 了解 好 那阿哥你其实 刚刚我在讲这几支股票 说我有买一个伏笔 什么伏笔 我怎么没注意到 我们刚刚一开始不是想说 投信今年show hand 对买很多 所以说这个时间 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特别去关注 投信在第二季会做哪些标的 人家说投信第二季也要做账 肯定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预创 预创我们看下方投信 现在这个部分是还没有 可是外资短线上最近这段时间 已经开始有介入 不太明显 因为价格走势还不到位 那好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金豪科 金豪科来讲的话 也是外资在琢磨 我发现低润这个族群 大部分差不多是这样 差不多是这样 那前面这个地方投信是有买 但投信买的时候是相对高的位置 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 他们的一个操作区间 那另外我们再看回来 这个是 你看下方投信 近期这段时间就在买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 这个AESKY也是近期 也都买蛮多的 我都挑这种 然后同志呢 刚开始有没有 这个部分也开始出来 然后呢 这个MCU更不用讲 一直都有 这边一直都有 然后外资这边也有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 双红 双红近期也是 开始出现 所以说 这个基本上来讲 大致上差不多 那你看信华这边也是一堆 但是现在投信居然是站在买房 大致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说 我现在守定的标的差不多是 就是投信有买 只是说这个在价格上 大叔也提供了给大家一些建议 别到什么时候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那大叔刚刚也很精彩的帮我们 扫描高达九档的公司 所以如果其中 有一些是你有兴趣的话 不妨 反正我们YouTube播放 多看几次了解一下 大叔为什么说哪些位置是重要的支撑 那有机会又会到哪里的价钱 其实都是在过去的节目上 他一直有交给大家 就是通道以及等幅测距的一个概念 只在关键位掌握操作 其他的这个不是关键位当中的那个小K棒 涨涨跌跌完全忽略他 就是迎头小利不是大叔的重点 这样就对了啦 定价你抓出来 你自然知道 现在是不是可以吃肉的一个时间点 好那在礼拜四呢 固定有我们的QA大幕期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不管是股票ETF 感情的就不要问了 不会回答 那只要跟投资有关系的 我们通通都会给大家解惑哦 好那首先今天的QA大幕期 我们看到这个新竹的小蛙 他要请教大叔的就是说 缩表的选股方向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投资人 心里最软的那一块 六月已经要缩表了 那比升息更猛的这个对资金的影响 会是要怎么样去选股 大叔这题你怎么看呢 缩表选股方向 其实缩表的话 他本身来讲也就变成是说 真正是从市场上把资金缩下来 那这个就是海水退潮 那一般来讲 我们在讲海水退潮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还是一样 我会先从产业的基本面去找 对 产业的趋势还是先抓出来吗 所以说刚刚我们有讲到 在电子股的部分 伺服器 Dram 记忆体 或者相关这个部分 其实现在本身来讲 在产业的趋势 他是走在这个成长的嘛 那相关的个股的部分就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变成是说 在这段期间相关的个股 我们可以去对应什么 比如说 他的一个正经值利率 找方向 找方向 对 或者是说他的一个股价净值比 然后他本利比的一个相关 然后跟同业去做一个比较 那在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 股价到底合不合理 其实这个就是估值 我们就是在估这个股价的合理不合理 那估完股价合理不合理 只有剩下的问题就直接回到 还是划线定价 划出来股价认为合理 可是划完线之后 这个股价现在是不是在合理的 就是应该可以做买进的位置 空间的大小 搞不好不是 那怎么办 那就变成是说 如果有机会有更低的位置 你反而心里会更大肆 你会知道说 这个是价值浮现 对 你反而更敢去怎么样 做勇于买进 就应该是这样的探索 好上面是回答 新属小蛙的问题 现在我自己个人的私房菜 我在这段时间 你看这个时候要了起袖子 要好好讲一下 这段时间 这个时间点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是5月下旬 接着6月 然后接着来到秋季 那苹果它有一个开发者大会 是在6月6月6号 6月7号那个时间 那相关来讲的话 它在所谓的新一代作业系统的应用 其实它已经慢慢在摆脱高通了 然后自己相关的东西 然后现在 是委托这个台积电做 以前CPU 不是Intel 就是高通 现在已经自己开发晶片了 所以说 后面我们如果真正要讲产业趋势 还有成长 往上涨的空间 肯定是要看苹果啊 而且 后面苹果还有什么 Apple Car 那Apple Car 其实它就等于是一个大苹果 人又坐在里面嘛 所以说 从这个部分衍生出来的 后续相关的个股 短线上 我们就先不讲远 我们就先讲短线上 你看红海 红海近期 投信开始买了 然后呢 外资也开始买 那红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买 我相信这个就是时间快到了 时间快到了 那怎么讲时间快到 各位去注意看 红海从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是 2021年 这个位置 差不多是3月份那个时候 那这个高点130 我们抓次高点 130 120 然后直接对一下 这是一条下降趋势线 下方这里呢 96.5 1001 1001的位置 它是一条上升区 其实它是一个三角收敛形态 那到底这个叫做中继 那中继表示什么 中继应该是在场的讯号 可是股价没有涨 为什么没有涨 因为后续相关 Apple的东西没有出来 而且金领盘也不好 盘第一个不好 然后相关的这个部分不到位 时间不到 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自己的电动车 MIH相关的部分 就是前面的一段之后 后面就开始 就变成是说 随着盘势 然后就开始进入了一个 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 但是这个地方 你看第一次发动 我要跟各位强调就是这一根K线 111这个高点的位置 下方带这么大的成交量 这个是收敛形态 收敛的尾端喷出 第一根当时有很多人追在这 但是追在这之后股价没涨 反而它后面再怎么样震荡整理 这么久的时间 那这个变成是说 我们要抓 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要抓红海 什么时间会发动 为什么会抓在这里 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把这个位置 你一样你把它扩充 然后你连伸下来 我画的不够标准 你画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到说 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下方这里 你一样你把它扩底 然后画出来 大概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呢就告诉你什么 这里是后面只要它一突破就是买 那你就可以买在刚好 就是收敛的末端 它只不过是把这个形态扩大 但是呢 它还是一个形态 而且这个形态叫做什么 还是叫做三角中继形态 只不过是说 时间被往后递延 但是这个递延 后面看到的结果是骨架上去 这样就是正确 然后下方是什么 把的内外支都在买 所以说这个就是最近 我在看的标的 而且最近这个标的真的是有有机会 虹海给大家参考 另外我们再看这个真鼎 真鼎 这个也是宏家军的 同集团的 对而且呢 它已经切入这个载板 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我们来看 你看到84 90.3上升趋势线 对应上方的高点109 这个上升通道 这个上升通道 当初109这个位置画下 它是一条下降趋势线 价格在这个位置上做突破 突破下面有量 然后呢法人再买 然后呢价格喷上去 喷上去来到113.5的位置 回撤 就很标准啊回撤哪里 就是回撤这条下降趋势线 被突破之后反差变成是支撑 然后这个位置上做买进 然后往上呢 来到这个位置上 那这个上升通道结构没有改变 这个上升通道高点多少 116 117 今天都好来 今天已经到了 今天都好来 发现定价真的很好用 我再讲一次 好 这个真顶啊 那真顶这个位置 我刚刚已经已经有讲了吗 刚好到这个位置 然后明后天 他有没有往上做突破 就很清楚 知道后续的操作应该怎么做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华通 华通 现在为什么会去看华通 其实很简单 我们既然讲苹果 那不管是Apple Card 或者是说他的一些其他相关应用 就是在三星的商品 或者是相关这个部分 总之他就是要有connection 那靠什么 通讯很重要 靠通讯 通讯这个部分来讲 华通啊 本身来讲 他在这个部分的这个 这个接单很多嘛 那所以说要去看这支个股 那我们看华通的部分 其实你看 这个上升趋势线 你把它画出来之后 这里跌破 照道理讲 这边应该是往下直接跌一倍空间 但是他没有 他是在这边硬生生被扭转上去 而且还跳空上涨 其实这种才表示什么 才表示说里面真的是 有阻力色彩 那既然有阻力色彩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段 到底是为什么会被扭转往上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下方 一 外资买 那前面呢 是什么 投信买 那更不用讲说之前外资也是一路买这支个股 更重要是什么 近期居然融卷在增加 表示这支个股 变成是说 可能市场上的投资人 跟法人的看法是有差异的 是有差异的 那到底短线上 谁会强过谁 我在市场这么多年 我永远看到的通通都是 通单被嘎完 然后多单才会结束 一般来说是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认为说这个位置上 就会出现机会 那短线上呢就很简单 这个就是它近期的高点的位置 就差不多在 差不多49块5附近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没有突破短线上拉回 来到下方45块的位置 我认为是好买点 肩肉空嘛 不是坏事 那这个位置再上去的时候 反而怎么样 这个价差空间会拉出 我算是今天 目前这么多跨线定价里面 看起来比较肥美的一块 是的 那所以说我觉得说 现阶段的话 其实股票真的也不用很多档 这个时间点 很多都在足底 那现阶段短线上就是 价差可以这样来操作的 然后比较这个趋势明确的 这几只股票我们可以进行多留意 好 这个供投资人参考 谢谢今天大叔给我们的解析 大叔从这个画线定价 确实也给了大家很大的一个方向 不管是 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下方有支撑的 还是即将要碰到压力的 都跟大家讲的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觉得技术分析有时候是这样 看别人画好像很简单 但是自己画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画起 没关系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 其实在YouTube上你可以多看几次 大概就可以知道 大叔为什么会把线画在这里 那下方支撑为什么在这里 其实都有他一个原理存在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 一样是这个QA问题 是我们同给力的会员 这个有logo了 就认出来 就是我们响语的部分啊 他说可以请问阿可丽老师吗 当然可以 因为这个同给力的会员 不回答都不行 是去年才入股市的新手 你一定交易策略之后呢 常常会因为市场乐观情绪 或恐慌的情绪影响到之前市场 之前自己设定好的操作策略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都会有的问题 比方说不管你是存股足还是做波段的 当市场上有一点动动乱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自我怀疑 想说我这样做真的是对的吗 所以我觉得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也是非常非常的人之常情 例如说他说5月4号抢反弹的锐域 5月2号因为市场情绪把锐域出新 因为5月12号那天台股发生什么事 跌到15600多点 所以他就把锐域出新 那导致本来该掌握的获利无法拿到 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高自我纪律呢 首先其实我不知道说 这个翔宇啊 他原本设定的策略是什么 那我们就以整个大方向来回答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锐域 翔宇大概是5月4号 5月4号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他去抢反弹哦 那这个位置对不对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其实五日线已经开始在往上攻了 确实他也看到4月27号建了低点之后 起来 所以他说他要抢反弹 不过呢 随之呢他大概在5月12号 5月12号大概这个位置 因为当时候大盘太烂了 他想说我手上锐域还有贪 所以就赶不定了 可是之后锐域从 这个位阶啊 再往上涨大概也涨了大概30块左右 所以他觉得说 假设买一张这3万块不贪 真的是很不错啦 好那就先跟大家讲 其实邀国大师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绍 4月27号当这个个股出现低点的时候 其实台股在5月初又继续往下创低 5月12 但是你当时候瑞宇还在均线之上 你看五日线其实也还没有被跌破 所以在这个时候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用什么学派 假设你是技术分析的学派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应该还不要卖 因为他五日线其实也没有太大变化 也还没有跌破啦 好那如果你是基本面的人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学派 我把所有情况都摸你是 假设是基本面呢 5月10号我觉得也不应该卖 为什么呢 除了他比大盘强以外 其实5月10号 你已经可以知道4月最新的营收了 那我有帮小伟看一下 其实瑞宇4月营收 也还是双位数这样的一个成长 也还是很不错 所以基本面技术面都不错 那剩下一个是什么 就是在筹码面 那其实在外资啊 虽然一直都在卖 但是卖压在你卖掉的过程中 也是逐步的减少 所以总结来说 技术面也没转弱 那个财报也没有很弱 那筹码也没更坏 那确实是不用因为市场情绪 你就把你的股票给卖掉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很多时候 大盘跟你的股票不见得会有关系 尤其当大盘持续在创低 你的股票走出不一样的趋势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我手上握的是比较逆势 大盘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哦 那总结来说 还是给小宇 或者是有类似箭讨的观众朋友一个建议 相信自己就对了 因为就算你相信自己的结果 最后是没有赚钱的 我觉得这样也是对 因为人啊 你要调整自己 就是要每一次 你的策略都要去执行 那你不要因为结果的好坏 来定义你决定的对错 而是我制定的A策略 那可能有10次 有假设六七次成功 你就要忽略掉那三次的失败 因为同一套方法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可能有用 可是还是会有少数外在环境 让你的方法看起来结果不是到太好 所以多试验几次 如果这个结果是不错的话 未来就不要太管 大盘对你心理的影响 相信自己 这样就对了哦 好那今天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不管是QA的部分 以及大叔教大家如何化线定价 相信大家都有很好的一个收获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内容的话 别忘了上YouTube订阅 MVP财经生活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